豬肉丟進滾燙鐵鍋 立刻變色 再搭配上薑和蒜頭醬油 台式熱炒中 必點的蒜泥白肉就出爐了 沙茶醬 或者是有炒一些米酒 然後 台灣人封熱炒常作為下酒菜吃 台式熱炒夯遍大街小巷 但您有聽過韓式熱炒嗎 韓式 知道沒吃過 韓式熱炒夯然因為我有吃過韓式 所以有吃過韓式 韓式的料理都還蠻喜歡的 在韓劇裡南嶺主角也在路邊 配著熱炒大耍辣漫 而現在這一股風潮也吹到台灣 韓式熱炒店的出現 在台灣像是這一道辣雞爪 下面全是辣醬 上面還鋪一層豆芽 主廚說韓式熱炒 豆芽菜蘿蔔等配菜也很常見 來緩解菜肴本身強烈的辣味 大家就是純粹是搭配燒酒跟啤酒為主 然後所以它口味來講是偏重 然後並不是太貴的食材這樣 兩種炒牛肉比一比 台式的裡面則是加切片辣椒 使用沙沙醬和豆瓣醬的調味 味道比較甜 韓式的辣炒牛肉用的是辣椒粉 配上豆瓣醬 最後還會撒上白芝麻 味道相較台式更重更辣 相較韓式台灣則配上豆豉 薑和舊森塔等香料 儘管兩者味道大不同 但都深受掏客歡迎 尤其在熱鬧氣氛的熱炒店 除了美味的食物 只要跟對味的朋友一起吃 就會特別好吃 謝謝陳嘉倫雙方特別報導